目前拉萨局势已趋平静,社会秩序恢复稳定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市长多吉次珠 今天就拉萨的生产生活恢复情况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从今天开始,拉萨市区内的主要路段通行通场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上班 各大中小学正常上课 拉萨市的农贸市场具备条件的店铺 也陆续开门营业 我们的记者今天在拉萨走访了学校、商业街、居民区等很多地方 了解拉萨市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来看记者发会的报道 17号是拉萨经历了打杂抢烧事件后的第三天 记者在街头看到 虽然行人和游客并不是很多 但是生活秩序正在恢复正常 由于是周一 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都开始了正常的上班上学 拉萨城关区及蹦岗小学所在的街道 是遭到不法分子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手牵着孩子一直护送到校门口 阳光下的操场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街面上也已经恢复平静 车辆穿梭往来 行人自由穿行 不少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 那些在打杂抢烧事件中 受损严重的店铺 虽然一时还难以恢复营业 但是清理现场的工作已经展开 我们行上的话 尽快的速度先高起来 尽快的速度先把这个街面全部高好 那你觉得最短的速度 你什么速度能回复 你最短的时间 最短的时间 我说不能超过一个星期 超市里货源充足 因为恐惧两天没有走出家门的市民 也走进超市开始采买生活用品 公交车恢复运行 保证了市民的正常出行 在大街小巷行驶的出租车 也逐渐多起来 今天的人数特别多一点 比平常人也多 我现在跑了一个多小时 可以说是现在已经跑了100多块钱了 非常气愤 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这些少数分裂分子 就你看吧 这都是他们搞的这个炮毁活动 就这都是我见证 你看好日子不过就这样 你看跟小孩上学的也不让算 跟正常的上班也不能上班 那个什么炮毁的我们的好日子 正在街区视察情况的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多级责人告诉记者 自治区政府正采取多种措施 保证拉萨市的社会生活走上正轨 现在在拉萨的许多地方 依然可以看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留下的痕迹 但是广大市民已经从恐慌的情绪中逐渐平静下来 在社会各界的